主播说联播 今天来说一个好消息 今天凌晨2点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开始注水起伏 这艘邮轮填补了国产大型邮轮空白 实现了国产大型邮轮领域零的突破 是不是挺让人自豪的 要说自豪值得好好说到 这艘大型邮轮体量大 技术含量高 光零部件数量就多达2500万个 相当于大飞机C919的5倍 复兴号高铁的13倍 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 设计建造大型邮轮靠的是强大国力 很多人都知道 大型邮轮与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航空母舰一起 被誉为造船工业 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能摘下这颗明珠真不容易 得给所有的奋斗者点一个大大的赞 还有一件事挺让人自豪 去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 新街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 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 已经连续13年位居全球榜首 可以说有了这艘国产大型邮轮 我国造船业又卖上了新台阶 也将接到更多订单 最后说一个有趣的事 这艘国产大型邮轮名叫 爱达摩都号 取名摩都代表它是上海设计 上海制造的 还有一层含义是通过奇幻缤纷的魔力 文化交融的魔幻 潮流时尚的摩登 为游客提供更良好的体验 再过几天 爱达摩都号就要正式出雾 今年年底将交付 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的造船业 更有魔力和魅力 中国造的船乘风破浪 使达五湖四海 尽显风采